我看过去的东西 我只想苏醒 哈喽哈喽小伙伴们 我今天终于出来放风了 本来是去缴费 结果我今天因为有热带风暴来 人家就又不用上班了 也没法刷卡 所以我就干脆去逛逛商店 我今天要带你们去的 可是古巴全国唯一一家奢侈品店 想象不到吧 古巴居然有奢侈品 OK Let's go 之前视频里边有拍过 就古巴的凯宾司机 它叫苹果凯宾司机 原来周杰伦在这个楼顶拍过周游记的地儿 奢侈品店就在这儿了 你们看这些停车位 原来都停满了老夜车 因为现在没有游客 所以老夜车也就不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就是这个凯宾司机酒店 它就是一层就全部都是商铺 然后二层以上是客房 其实可逛的地儿特别少 就是你满打满算 逛个半个小时也够了 然后我现在就在它一层商铺的正中心 它相当于它的分布 就是一个十字形的分布 就是四个方向 每个方向就是你们建到的这么短 没有几个商铺 给你们挨个看一下 就这四边 你们看啊 我说的这个唯一一家奢侈品店就在这儿咯 进去看看 居然有哭泣 但是呢它就只有一点首饰和手表 再没有其他了 没有包啊什么的 商品真的很少 你看胶包就是这几块表 五千二百九十六美元 五千二百九十六美元 宝格力 没有什么饰品啊之类的 就只有表 二层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再看看这边有什么 基本上这个店就是卖饰品和这个手表 浪琴 最后这边呢就是它本地的一些饰品 给你们看看它的这个工艺质量 就是古巴人他们戴戒指都喜欢戴种特别大的 你们看是不是就像我说的 分分钟就逛完了 因为它的商品非常少 而且呢就是款式都是很很老旧的 没有什么新款 他们说因为这个凯明斯基酒店是2017年才这个开业的 所以呢这些店这些奢侈品就是2017年的一次采购进来的 然后说这几年就再也没有进过新的商品了 就是主要就是这的消费群体吧 古巴人的平均收入比较低 所以奢侈品也不容易卖出去 他们说必须得卖空一些才能进新的商品 他们订单已经下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也迟迟都没有上心 所以就这些喽 这个店里边基本上就是一些古巴特色的东西嘛 比基尼啊 然后夏天上的衣服啊 浴巾啊 还有一些纪念的咖啡杯啊 杯子什么的 这个是香水 阿瓦那城市纪念香水 一个杯子 一个纪念杯 9.5美金 真是够贵的 它这一双普通的高跟鞋要60美金 还不是什么牌子的 古巴人一个月的工资吧 买一双鞋 这么大的一个店铺 其实就是卖酒和酒杯的 还有咖啡 欧苏丹真的是 古巴为数不多的 就是大家知道的啊 国际品牌吧 然后这儿能买到 采摔丝 还有牙膏什么的 这虽然是精品店 但是里边的这个衣服 你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款式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这儿的人特别少 因为这里它不收古巴当地比索 它就只收美元 而且不能是现金 只能刷卡 所以就是条件限制特别多 东西还是很贵的 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逛这个精品店 完全没有达到那个嗨点 就是没有逛爽的感觉 因为它商品真的太土了 来这个雪茄店看一眼吧 这里是西烟区 然后前面有一个吧台 可以点咖啡 这是卖酒 雪茄店也是什么都没有 它是按品牌划分的 蒙特 卡特加斯 然后罗米奥与朱莉 高西吧 其实款式不多 就是 世纪 世纪一二三四和半世纪 然后下边有 大金卡 萝卜厨 世纪二 但是它这个都是开了盒的 这个我非常不建议 要买就买整盒装的 这上边是蚝油 这边是一些整盒装的 但是都是常规款 今天除了雪茄之外 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买的 所以你们就能理解 我之前买那么多雪茄 真的不能怪我 就是人的欲望如果被压抑太久的话 它真的会出毛病的 我指的是消费欲望 刚才逛的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奢侈品 其实古巴最大的奢侈品就是雪茄了 所以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就是你的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你们是会变得提升自己的境界 去除物欲 还是像我一样报复性消费呢 你们可以弹幕留言一下 OK 那今天就到这了 热带风暴马上就要来了 要回家了 拜拜